OK各位欢迎回来 那么这个影片里面我们会讨论2017年的中介组模拟题的第14、15还有16题 首先呢我们来看第14题 这个数学比赛里面有2200个学生参加 然后他们平均分数是98分 男参赛者比女参赛者多20% 然后男参赛者的平均成绩比女参赛者的平均成绩第20% 如果男参赛者的平均分数是Y分球Y OK 现在呢我们先测几个东西先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个Y了嘛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Y 成为一个字母 所以呢我们就设一些东西 那么女参赛者的数量 我就用女数来表示 女参赛者的数量等于X OK 然后女参赛者的平均分数 我就用女平来表示是Z OK 所以呢等下啊 所以男参赛者的数量 比女参赛者多20%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写1.2X 那么总共有2200名学生参加 是不是 1.2X加X等于2.2X等于2200 那么X就是2200出2.2 我们就会得到是1000咯 OK 现在呢 呃男参赛者的平均分比女参赛者低20% 所以呢我们的Y呢就会 比Z 比Z 少20% Z乘0.8X等于0.8X OK 所以呢我们这边 男参赛者的数量是1.2X1000嘛 对不对 等于1200 那么平均分是98嘛对不对 所以1200加0.8X 再加1000XX 除于98 我们就会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除于2200 就会得到98 OK 所以98是他们的平均分数 我先插掉一下有点抽啊 OK 除于2200 等于98 所以呢 我们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有 呃 960个Z 再加1000个Z 等于2200 乘98 我们就会得到215600 OK 呃 等下先啊 这个是 1960Z 等于 215600 那么呢 我们就要两边除于1960咯 OK 两边除于1960 我们就会得到 Z会等于215600 除以1960呢 最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110 好 应该是这样子 OK 所以呢 我们的男生的那个 男生的平均分数是多少 等一下先 OK 球Y的直男 参赛者的平均分数是Y 所以呢 我们从这边我们知道 Y等于0.8个Z Z 那么我们Z找到是110了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0.8x110 我们最后我们就会得到88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14题的答案 OK 好 我们现在我们来看15题 那么呢 ABCD是一个变长为12的正方形 我们有狐APB 狐APB是这个狐 BPC是这个 CPD 与DPA都是半圆 如果呢 应以部分的面积为Aπ 球A的值 OK 变长为12对不对 大家 这是变长为12 那么R呢 就是12除以2 因为这个12是一个diameter来的嘛 对不对 就变成6咯 所以这样子 然后呢 你们看啊 因为这里全部都是一样嘛 对不对 这些面积全部都一样是不是 那么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非常经典的move 就是呢 这两个我们会搬下来这边 那么搬下来这边呢 我们之后就会发现到 它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我们熟悉的东西 就是这个半径是6 然后呢 它是一个半圆来的是不是 所以呢 半圆的面积应该不难找吧 是不是 就是半个πr2 就是半一半 π乘2 R46的平方 我们就会是 一半乘以36 乘以π就是18π 那么呢 它的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是Aπ的话 Aπ等于18π 那么A呢 就会是18 OK 所以呢 我们第15题的答案呢 就是A 基本上呢 看到这种题目 如果你看你可以搬形状的话 你就尽量搬形状啦 OK 呃 应该 应该只需要讲到这边罢了 那么现在呢 我就来讲第16题 我们有个实数X 然后X加Y等于10 X平方加Y平方等于78 然后我们要找X立方加Y立方 那么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那我们的X立方加Y立方 其实是可以拆出来的 X立方加Y立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X加Y 乘以X2-XY加Y2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看啦 我们的X X加Y整个东西平方了 我们就会得到X平方加2XY加Y平方 对不对 那么10平方就会等于这两个是78嘛 78加2XY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 呃 2XY 会等于100-78 就会是 呃 22 然后呢 XY我们就会得到它是11 那么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值 我们这边会有X加Y等于10嘛 对不对 然后呢 X2-Y2 这是78 -XY就是11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就会有10乘以78 减掉11 就是10乘以67 这个的答案呢 就会是670 OK 那么第16题答案就是670 这个影片应该就讲到这边罢了 这个只是需要知道要怎样找XY啊等等之类的值 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那么呢 呃下个影片开始就变到难一点了 OK 所以呢我们下个影片呢 我们会讨论17 18 19 然后呢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吧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